請署長好嗎 來,署長給他在幹 陳偉早安 署長辛苦齁,昨天晚上上電視那麼晚 今天又要到這裡來 確實齁,我覺得澳袋健保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到現在沒有看到衛生署開一些公廳會 或是在各縣市展開各縣會 有沒有這個計畫 各縣市以前已經一個循環了 但是絕對不夠了 可能要輪輝殺輝 那個應該還不夠了 除了立法院公廳會之外 我希望多多宣導 讓人民來參與 委員,你就要安排,我已經去 你也可以安排 我安排,你說什麼意思? 我可以申請說來說明澳袋健保的公廳會 如果你有辦理,我們也去 在外面開喔 對,我知道外面 對,我們很願意配合 那你們預備要宣導多久? 一直宣導下去,宣導到這個法案審完嘛 剛剛楊委員在講的那個非常有那個維他命的事情 你們也要做教育 那今天呢 當然 很肯定你們現在在 在對醫院的這種 詐領健保費的問題 可是我今天要來跟署長探討的是 控卡的問題 控卡問題是對弱勢的 對不對 繳不起健保費的 那麼 這個健保的價值在哪裡? 到底是社會保險或者是使用者付費 不是 這個部分我想跟署長探討一下 之前 我先講 之前我們基隆的那個賴訓婦女 她現在雖然過世了 可是 她是全家 因為全家依附在她的健保底下 因為他們在90年的時候 有一個納利風災 納利風災遭到那個房子加毀 加那個那個房子毀掉 那麼就貸款 就沒有能力來付這個健保費 一直 製納金達到20萬 製納金達到20萬 所以造成說 她現在她的子女 她的女兒 要去看病也是卡到這個製納金20萬的問題 那像這種問題 健保局好像也不聞不問 那這樣子扣卡 你死去的 死的現在就死了 那沒話講 那麼 你這些活的人還要看病 造成他們這些子女都不敢去看病 原因在哪裡 原因是 你們健保局 健保局說 你要繳 本來是要多繳 你現在有判決 有判決 行政處分判決 有要分期付款 可是呢 她分期付款她說 你要繳到三分之一 二十萬的三分之一 我才跟你開卡 其實有這種情況啊 所以 證明呢 為 那個健保局在地方的分局 的這些辦事人員非常的 雕名 導致你現在這個是一個家庭 我現在舉幾個例子 那麼這個是一個例子 這些分局的人 好像是討債公司一樣 討債這個欠退 這麼樣的嚴重 導致她這個家庭 現在還是不能不能看病 因為她說 我曾經給你開卡一次 可是呢 遭到上級 主管的 挨罵 上級主管是誰啊 是有這麼樣嚴格嗎 所以我是覺得 署長應該去管控的是 這些分局的 那個 那個 基層人員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一個例子 那我不曉得這個製納金 高到這樣子 那現在 即使繳了要繳保費 還是沒有辦法控那個 那個開卡 那叫這些小孩要怎麼樣 何去何從 可不可以我報告一下 第一個基本的原則是這樣 除非健保局能夠證明她有能力繳錢 不然的話 就義無礙 我們可以盡量來宣導 對 我先講完 我現在 我現在還有例子 我們知道有人 我知道有人有錢 你不繳 那當然我們要去 不然大家都不繳 如果這個人 這個沒有繳錢 但是 健保局要證明 現在 現在這個問題 你不要說你把他拿去 現在問題是說 他的納金 20萬很高的額度 對不對 他也沒有辦法繳 我知道 如果這個是 惡意不繳 當然我們要 要摧繳 對不對 沒有錯啊 不然大家都不繳了 第二個 這個沒有 沒有繳錢的人 一定要健保局證明 說你有財產 你很好處 你不要繳 不然的話 絕對就醫無礙 絕對要讓他就醫 這個我們要強烈宣導 本來這個健保 你們要去了解問題在哪裡 我現在問題是這樣 所以我沒有說 我沒有跟你們討論那麼多 也許我們輔導不好 那我們健保局要去加強 好這個是一個例子 因為剛剛那個個案是這樣 你們要去處理這個例子 那段是有錢 他有錢可以繳 現在問題是 那些吃辣金 二十萬 你說這些小女生哪裡拿來二十萬去繳呢 對不對 所以你們要去幫忙解決他的問題 我不曉得這個仔細的問題 你們要去處理 還有第二個例子 現在宜蘭縣 有十一所國小 九十一名學生 都被鎖卡 都被鎖卡 那這個可能也是 比如說家長可能付不起嘛 家長沒有職業 那麼 家長就買成藥 生了病 就買成藥給小孩吃 那將來健保的負擔會更嚴重 我是覺得這群小孩 我不只是宜蘭縣 可能很多縣市都是這樣子 那宜蘭縣的那個林聰賢縣長 他已經出面要處理這些鎖卡的問題 可能他去募款來幫忙這些血統 讓血統能夠來看病 這個是地方的問題 所以你現在欠健保費被鎖卡 也可以說台灣很多人 你們有沒有統計這個數據 到底是多少 報迴 我先說明 如果是個案的 個案其實真的緊急就醫那個都不行 不是啦我現在 我現在問你 有多少啊 你有沒有這個數據 那個永遠是動態的 永遠是動態的 大約是多少 所以真的很難去講 你們也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這保局只管收錢 包包委,我們每一個時段點都會少出來 他有欠費的 如果是中低收入戶的,我們都會主動移給設政單位去幫忙 現在中低收入那個都沒有問題嘛 身心商也沒有問題,現在有問題的就是這一群人 所以他不是中低收入戶的,我們就沒有辦法去證明說他是經濟有困難 那另外一群人他是故意不繳錢的 我們把故意不繳錢的也不去追,那又是我們不對 不是,我跟妳講,現在問題是這樣 你家長因為他要負擔很多,所以造成這些小孩沒有辦法去看病的 這個部分呢,我覺得應該要去想辦法去處理 現在六歲以下的我們一律不空卡 那現在是說我們在研你,如果教育單位願意幫忙 如果我們要把他六歲到十二歲也這樣做的話 簡單的說就是我們要找到裁員可以幫助 那還有一個問題,這個是第二個問題,這是第一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 因為都是我在我這邊陳情的 第三個問題 有一個老婦人,她是 她是 她的兒子在做保險 結果呢,兒子的工作呢,現在是斷斷續續 導致她的媽媽也沒有辦法做 也沒有辦法健保,因為你們健保法第九條有寫 對,你這個婦人要依附在她兒子底下 二代健保也有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那像這樣子的話,你們覺得要怎麼做 也是被鎖卡,全部被鎖卡 對不對,你去年的三年前的東西,你現在 現在也沒有辦法去處理 以後 你這種喔,救援扣腳 這個月沒有收入就沒有扣她的錢 就這麼簡單 好,我現在啦,現在這個還要兩年 這個婦人還要兩年 那這個要怎麼辦 這個事情你們也 對,我們可以去,有現在有這種 有沒有辦法處理 每年喔,健保局不知道輔導多少 那有漏掉了,這是我們的責任 那我,將來委員有遇到這種Case就讓我們知道 我的Case 我的Case很多 我只是挑這種不一樣的Case來給你們 我們已經很多去 跟你們討論了 那這個老婦人現在有慢性病 因為他依附在他兒子的名下,在做健保 他自己要去居公所保也不行耶 可以 不行啦 就是他有欠費吧,所以不行啊 好,委員這邊如果有個特例啦 那我是不是請托仁師向我們趕快 針對這個案子我們去想辦法 可以做什麼幫忙好不好 你們就是說現在可能有很多這種 這種情況啦 齁,在在民間啦 我希望健保局是不是可以在 每一個分局裡頭 設像老保局這樣 老保局現在有在做櫃台的這個 臨時滿意度調查有沒有 沒有,你們趕快做嗎 保委員如果說 像老保局這樣 應該是看問題啦 不是看問題,我現在是要求說 要求你們像老保局這樣做臨時的櫃台的 滿意度調查做得到嗎 如果是我們提供紓困的那都很好,如果我們要吹繳健保費的 一定是非常差嘛 不是嘛 所以這個重點是什麼 我們要解決什麼問題 是啊 所以我要你設一個櫃台 解決民眾的問題 馬上就做意見調查 這樣困難嗎 像老委會都做得到啊 了解 這個風評很好啊 如果我們的窗口是在催人家 我們要做健保費的 好啦 我請署長來 司律,我剛剛講的那個要求你們在健保局的櫃台那邊設一個臨時的意見調查 可以嗎 對對對 馬上比如說這個人接下好 我們馬上就跟他說 你的現在剛剛辦的這個事情 到底 你的滿意度怎麼樣對不對 這當然可以 像老保局這樣嘛 我這個這個口邊很好啊 是 好不好 好 辦層的調查當然可以啊 做做那個那個滿意度調查 在在那個 但是我不能馬上好 我要設計一下 當然